57岁如花尽兆,美艳女儿一点也不像她,因为女儿离开周星驰。 周星驰一直演艺圈中的鬼才,更是被称为喜剧之王,他的电影中有一个特色,就是每个配角都个性鲜明,碎碎著周星驰电影的热影,这些各有特色的配角,也成为观众喜爱的明星,而如花地剑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 地剑人与周星驰的关系可谓是非同一般,两人不只是初中同学,而且还是同桌死党,就算现在外面都叫周星驰星爷,他依旧叫他星仔,而在众多明星声讨周星驰时,他曾是以老同学的身份力挺他称,我从小就了解他,他只是要求高。 其实他如果想进入演艺圈,要比周星驰容易得多,他曾说,我爸原来在邵氏,后来家和公司要成立,就拉他出来,当时只有两个摄影师,他是其中之一。 我小时候就在片场,成龙,洪金宝就在面前走来走去,不过父亲去反对他进入娱乐圈。 后来当他已经有自己的餐厅时,周星驰还拿住一个月几千块的月薪,而当演员其实也不是他的梦想,他最早找到周星驰,也只是想做幕后工作,谁知周星驰却对他起了歹意,硬是将他推到台前,没想到还一炮而红。 他第一次演如花,完全是被周星驰骗去的,周星驰本是邀他一起旅游,结果到北京后,直接就将他带到剧组,就这样在化妆师的围攻下,一个满脸胡渣又极度自信的美女如花诞生了,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 他第一次出现在武装元苏启儿中,形象是周星驰给他设计的,名字则是王精导演许的,不过最经典的却是在唐博胡点秋香中的回眸后鼻视的镜头,而在大内密探00发中,奔跑中的如花,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 就这样他在周星驰早期的十多部电影中,都能找到他的身影,就这样他的名字观众没记住,但却记住如花这两个字,而他语巴两斤都成为周星驰无厘头喜剧中最精华的角色,可谓是将恶搞进行到底。 刚开始很多人曾误解周星驰,以为他公报丝绸恶搞老同学,其实还真不是。 他十分信任李建仁,教给他很多工作,他做过成绩,摄影,副导演等,他甚至一度做到周星驰旗下公司,星辉海外有限公司的制作人,可见周星驰对他的信任。 不过现在他已经离开周星驰了,并不是恋人闹掰了,而是他自身的原因,他虽然一直在演戏,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经商上,当演员更是玩票兴致的,当最早的热情燃尽,他还是要回归生活,经商才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。 这就是因为女儿,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最大的心愿是演男性角色,因为如花的形象太深入人心,导致女儿在学校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,更是不让他接送上学,这对他的触动很大,因此不再演如花,更是一种父爱的体现。 如花可谓是丑的让人想吐的角色,而生活中的他长相也很一般,绝对称不上帅,然而他的女儿却与他截然相反,真的是常的貌美如花,而且身材也很好,可谓是个大美女,不禁让人感慨,去为美女做老婆的重要性。 她的女儿不止貌美如花,而且还是一个才女,在美国学成归来以后,如今在香港已经是一位大律师了,而她现在虽然不演戏,但每每看到她仍会会心一笑,毕竟给我们的童年来带了太多欢乐,最后也祝福如花家庭美满幸福。 参考来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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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达 参考来源